据小道消息 洛斯罗普格鲁曼公司 正为美国海军研发一种57毫米制导炮弹 这种炮弹通过自旋稳定 并没有任何转向舵面或喷气孔 却能连续机动变轨 以蛇行走位 命中快艇或无人机 从测试的画面看 该炮弹是通过抛射出铁块进行机动 但奇怪的是 它并不是朝着铁块抛射的反向移动 要研究其工作原理 还要从一个有趣的实验说起 有人将陀螺的中轴架在一个螺旋形支架上 用拉线启动后 发现陀螺中轴始终贴着螺旋形支架边缘 做周而复始的移动 就像被磁铁吸住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制作一个同款装置 发现陀螺稍有偏白 中轴就会受到支架的摩擦力 出现倾斜力矩 并随陀螺旋转90度产生推动效果 驱动它穿摩摆动 这就是陀螺进动效应 进动偏白的角速度 将使陀螺获得反向稳定力矩来抵抗摩擦力矩 从而达到自稳 但在支架阻挡下 进动效应只能使中轴压紧 因此进动角速度和稳定力矩都是零 此时陀螺无法自稳 便被摩擦力矩推动不断倾斜 并被进动效应推挤在支架上 等走到了末端 摩擦力和进动方向就随接触面转向 始终让中轴贴紧 因此会继续被摩擦力推动返回 可见陀螺因受到倾斜力矩而出现进动效应 是它周而复始移动的原因 假如我们把陀螺换成旋转的炮弹 同样让它受到倾斜力矩 又会发生什么呢 洛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这款测试中的 57毫米制导炮弹 虽然外表无奇 但内部较为复杂 弹头前段外壳采用透波复合材料制作 里面有个圆筒形毫米波雷达引导头 用来识别锁定目标和制导 后面有四个十字形分布的铁罩子 每个罩子里都安装了若干由炸药推动的抛射配重块 每次引爆一片炸药 就向外扔出一个铁块 全部扔完它就无法继续激动 配重块后面才是高爆炸药 因此从重量分布看 该弹头的重心比较偏厚 沿惯性弹道飞行时 弹体气动压力作用在重心前方 形成抬头力矩 会推动弹头上氧失控 但是通过前面的陀螺实验可知 这个抬头力矩会使弹体发生进动而缓慢右偏 通过向右偏行的微小角速度 弹头获得了稳定力矩来对抗抬头趋势 就在此时 雷达引导头锁定了市场中的无人机 它正位于市场的左下方 于是引导头发出指令 引爆了旋转到正左侧的配重块 随着铁片抛出 弹头压离中心位置也受到了一次向右的推力 对重心产生了短暂的右偏力矩 该力矩同样会引起弹头发生一次进动 于是低头变成了复弓角 并通过进动下偏的角速度 使弹体获得了顺时的稳定力矩来对抗抛射 因此铁片扔出后弹头只会下偏 但事情还没有完 此时弹头的复弓角使气动力变成向下 对重心的低头力矩骤然增大 弹体为了自稳 就必须向左偏转进动 以此来产生足够的稳定力矩对抗低头 因此弹头最后会保持低头姿态 并在进动中不断向左偏行 将弹到一向左下方的目标 所以向左投掷配重的结果 是引发了两次陀螺进动 导致弹头只向左下方 从视频看 这发炮弹始终在四组配重块 旋转到左上方时引爆 造成向左上方抛射配重 使弹体向正左侧偏行 可想而知 爆炸配重的反应速度稍慢 偏行动作就会失控 使鸡贼的目标在狭窄的雷达市场中 突索消失 因此它不仅需要强悍的飞控和算法 还需要快如闪电的抛射动作 而这对具有数十年制导弹药研发经验的 诺斯罗普·格鲁曼来说 依然是高难度的任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